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我一说电动车这个话题 肯定要得罪人 但是本台的宗旨就是只说真相 不怕得罪人 大家都知道 我对电动车没什么偏见 我对中国的新能源政策 也没有什么偏见 咱们是客观的来讨论这个事 至于说很多的朋友 买了电动车的 就听不进去这种 可以说是劝告吧 也不能说是劝告吧 听不进去真相了 很多的粉丝 我发现买了电动车以后 然后一说新能源的话题 就说了你不懂电动车 人家中国的院士都说了 说新能源车的自燃率 要远远低于油车的自燃率 新能源车是安全的 好吧 这关系这个事呢 我还真做了点研究 这个事 那个中国的院士 他是造假 为了中国的新能源政策 这个院士就成了专家了 拉专的那个专 一会咱们再说这个事 我们先说 这个电车呢 又起火了 各位啊 差点啊 就把那个杭州的一栋楼啊 给整塌了 杭州一个地下车库 地下二层着火 也是个新能源车啊 充电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业主都感到了门窗玻璃在震动 你说这声音有多大吧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三辆消防车出动灭火 这个事啊 这个这个车库的监控视频 揭露了真相 新能源车啊 开始冒烟 到车子烧毁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你看看最后都烧成啥了吧 然后旁边的车自然也会受到了波及啊 然后呢 有网友担忧 如果这个新能源引发其他车的爆炸 会不会导致楼体坍塌呢 自己车炸了 爆炸飞出的碎片 把旁边停靠的车子也给炸了啊 多地啊 都出现过电动车充电火灾的现象啊 这个其实呢 这类事有很多啊 你只一搜这种事非常多 当然了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说 这个新能源车就是不安全 毕竟出事的是少数 我们只是客观的来这个分析评价这个事 2022年5月份四川某地天府江南小区 车库汽车燃烧 多辆汽车被烧毁 去年7月份的山通辽城一小区 新能源着导火 导致几十辆汽车烧毁啊 这个几十辆汽车 这个太惨了 这个 这是23年的7月10号的时候啊 3月22号 海南发生了火灾 地下车库凌晨起火燃烧 小区业主多次投诉 隐患啊 结果呢 马上就起火了 1月18号 1月18号浙江湖州一个小区 新能源车着火 幸亏物业人员发现的及时啊 正确使用了消防设备啊 如果你要是不懂得消防设施的话 这个喷水不管用 你得喷泡沫好像啊 你看 这个啊 直接就给喷灭了 这个发现的早啊 这个新能源车着火和油车着火 可不一样啊 各位 都会看见油车辆发生自然 油车的自然的话 它会从很小的一个火 变大的话 它有一个时长 一个燃烧的过程 而新能源车的话 它从很小的火 突然的发展到一个 无法扑灭的一个状态的话 仅仅可能就是需要一种火 而且会伴随着爆炸高温的时期 而延期对人体造成一个很大的阻害 特别是车辆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如果人员被关在车内 很难自救 很难逃生 尤其是车辆无地坦白的状态 所以说 为什么新能源车它的燃烧 它的自然 会远远高出 燃油车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电池的技术不过关呗 那至于很多的这个电动车的拥有者呢 说的中国的那个院士 那个院士是谁呀 我们来看看啊 那个院士是谁啊 欧阳明高 有媒体报道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著名的电动车汽车专家 欧阳明高院士回应了 关于电动车汽车发展的六大疑问 欧阳明高院士引用了2023年一季度的汽车的起火数量 并计算了由此产生的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的起火率 结论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自燃率远低于燃油车 那这个图呢 就是媒体报道 欧阳明高院士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的讲话的原文 那这个原文他院士说了啊 说这个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 2023年一季度自燃的车辆 燃油车18360辆 新能源车640辆 每天烧8辆 但是电动车自然是新闻 燃油车不是新闻 从起火率看 燃油车是万分之0.58 新能源车是万分之0.44 下一步还会继续的降低 这是院士说的 所以很多人就信了 很多人就信了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你如果到那个国家消防局救援的官方网站上去 网友查了一查 欧阳明高院士所说的 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汽车的自燃数据 然而呢 找到的居然不是欧阳院士 所谓的2023年第一季度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呢 找到了一份国家消防救援局 2022年一季度的火灾数据 是吧 上面640辆新能源车起火的数据 居然和欧阳院士口中 2023年的数据一辆都不差 燃油车起火的数据 消防局没有具体公布 但是从1.9万的总数中 只减掉640辆的新能源 和欧阳院士的数据又是一模一样的 18360 莫非是把电动自行车当成了油车 算了吗 欧阳院士 你是把电动自行车当成了燃油车这个数据吗 是吧 如此巧合的概率有多大呀 莫非数据早产了一年 电动自行车起火的数据3777辆又去了哪里呢 这个数据出自院士之口啊 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呢 是吧 是不是媒体在造谣啊 院士可是中国科技界顶尖的存在啊 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这个欧阳明高院士的视频就是这么说的 红口白牙赖都赖不掉啊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就以国家消防局2022年一季度公布的起火数据为依据 来计算一下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自燃率孰高孰低 根据起火的数据交通工具起火的总数是1.9万起 其中新能源汽车640起 电动自行车3777起 那么燃油车起火的总数那就约为1400500 不是那就约为14583起 但是呢没有剔除了摩托车飞机和轮船起火的数量 网友又找到了截至2022年3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的数据 截至到2022年3月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为891.5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2.9% 由此反算出全国燃油汽车的保有量是 那么是多少呢 是2亿9850万辆 看到了吗 就燃油车的基数远远大于新能源车 而在结合起火的数据可计算出 在2022年一季度新能源车的自燃率为万分之0.72 而燃油车的自燃率为万分之0.49 由于没有剔除大量摩托车的影响 这个结果依然偏高 那么这么算的话新能源车的自燃率是燃油车的1.47倍才对 这与欧阳院士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还没有考虑到汽车的老化问题 新能源汽车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平均的车龄远低于燃油车 大家同意吧 所以新能源汽车的自燃率远高于燃油车 这才是真相 欧阳院士是瞪眼在造谣 欧阳明高院士的数据不仅仅将2022年的新能源汽车的起火数量 移花接木为2023年的数据为分子 然后借用了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做分母 得出了新能源汽车较低的自燃率的数据万分之0.44 还将3777起电动自行车的起火量算进了燃油汽车的起火量 由此做大了燃油汽车的自燃率万分之0.58 这是彻头彻尾的数据造假 为什么欧阳明高院士的吃相如此难看呢 那就是因为欧阳明高院士是为新能源企业站台的数据报告 就在这里国家消防救援局 这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得出来的结论 院士就是造假了 各位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买了电动车的不一定啊 说这个电动车就会自燃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也没有咒什么买新能源车的这个意思啊 作为真相台我们就要探究这个事件的真相 那中国用电动车半路超车啊 那在产业上好不好呢 当然好了呀 中国的电比较便宜啊 是吧 然后呢 中国在燃油车方面 汽车发动机方面的专利少啊 电动车几乎都是中国的专利 当然是好事啊 那么以后呢 中国在电池上啊 产生了这种发明啊 然后呢 让电池不再起火的话 那中国的电动车解决了充电问题 续航问题 那肯定是啊 在世界上那是独占凹头啊 掌握了整个产业的命脉啊 要为中国这一点上未来的前景 我们一定要进行鼓掌吗 对不对 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主要是说 现在在没有解决电池自然的这个情况下 大家这个玩意要注意安全啊 说电动汽车 很多网友说 不能到地库里边充电去了 啊 这不是作死吗 消防车都进不去吗 对吧 弯道超车 是吧 付出了代价啊 说这个 禁止电动车上楼下楼 为什么只限制两轮啊 对吧 电动汽车为什么要进楼啊 对吧 新能源车一旦地库着火 那是可怕的灾难 大火烧软了承重强筑的钢筋 整栋楼都会塌陷 就像911的那个楼塌了一样啊 对吧 这个电池着了还真不好灭 说不行的话 让这个新能源汽车呀 全都到一个另外的架空层啊 或者说是啊 这个露天的地方去充电吧 啊 架空层也不行啊 那架空层把整个楼也烧塌了 对吧 说不能够让这个新能源车 再进车库了 是不是 谁这么大胆子呀 在地库批充电桩啊 对吧 物业你就该如果充电啊 你就应该是去设单独的充电厂才对啊 露天的啊 说不小心透露了真相 电动汽车燃烧的高峰期还没到来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新车 等变成老旧车的时候 就是高峰期了呀 不得不防了呀 啊 各位 还是那个话啊 没别的意思 我也不是要跟所谓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来这个专门较劲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的真相啊 中国有的院士为了钱不靠谱啊 各位注意安全倒是真的 是吧 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